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几只 最近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评价口红 其实最想给大家分享的一只 今天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都过段时间找到了 或者重新再买一只再给大家分享 第一只是黑的呢 他们家的三温缠绵 他们家的唇釉其实做的都还挺唇郁的 是一个比较浓郁的粒子红棕色 看这个唇釉薄涂 这个唇郁感就很强 厚涂是不是就很好看 镜面感很强 但是它不会少膜而且很黏 下一只是Kiko的103 这一只我最近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一般都是素颜巨用 一个很普通的奶茶色 薄薄的涂一层 单涂这一面特别黏嘴 再涂一下这面的镜面唇用 这个唇色就像你本身唇色一样 单涂这个颜色感觉平平无奇 涂上这个透明唇味立马就不一样了 下一只是胶色的这个系列的505 它是一个固体的镜面唇用 颜色有点焦糖太飞糖的那种感觉 今天的眼妆跟口红的颜色有点不搭 有点偏日杂风的感觉 这系列的包装和质地我都还挺喜欢的 缺点是不称膜不持久 牌子和色号我打在屏幕上 这是一只很好看的吃土色 你看这个颜色 厚涂其实不太适合我 一般都是薄薄的土 质地很好 雅光顺滑而且一点都不敢 一般都是画这种土色系的妆容 用它真的很好看 打厚涂会更偏向欧美妆一点 稍微打了一点这个腮红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再一只是intuyou的M08号色 这个颜色其实还挺特别的 有一点偏向红棕色 红唇泥就还挺有氛围感的 感觉你唇部乌蒙蒙的 这个颜色涂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最后一只是巴贝拉的505号色 这就是一个很浓郁的红棕色 涂这样的颜色就是很显白 当中穿大衣为果的时候 配这个颜色真的就很好看 而且还显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